主師大德,包括我們師父上人 因為師父今天一點,十二點半還有一堂課 晚上七點還有一堂課 因為師父最近都在講沙米禮 很多法師都在聽 現在法師已經將近要兩百個 所以每天還有講課 你看我們師父上人一生講經常常在提起 為什麼我們要扎三個根 第一個根是弟子歸 弟子歸的用意就是落實校養父母奉侍師長 所以弟子歸不是給小孩讀的 我們大人也要讀啊 因為這個是教我們怎麼做人的根本 第二根呢是太上感應批 所謂的提倡因果 就是此心不殺 所以我們敬業三福裡面 第一條 教養父母奉侍師師長都是露食弟子歸 那為什麼要學這個三個根呢 就是教我們做人的根本啊 你連做人的根本都沒有的 你剪做人的條件中沒有 你想要來生得人生 你想要來生生在那個天道 有可能嗎 不可能的事情 那個是不可能喔 不要說人天福報了 說我們今生要發願 往生西方起的世界 往生西方起的世界 你也沒有份 你要到西方起的世界 你要先做人 人做好了 你才能夠得到人天的福報 將來念佛發願往生西方起的世界 那個才是容易啊 所以你說此界重要不重要 很重要的 尤其現在我們這個時代啊 我們這個時代喜氣煩惱重啊 你去思維觀察一下 從早到晚你的壞事多還是好事多 你的喜氣都還是親近心多 你一天到晚你的嘴巴每一次都講 那些人家的不好 犯你自己的口意都還是少 管師兄師傅說我的話對不對呢 對 你說 如果今生我們沒有用戒來輔助我們的煩惱喜氣 你念佛容易嗎 不容易啊 所以有時候我才這樣在想 我們念佛的人很多 你看我們雪莉同修的 念佛超過十年的不少啊 但是有時候我們還不如一個小孩 一個七歲的小孩 念三年的阿彌陀佛 三年之後 一字十字沒有生命往生西方起的世界 還不如他 只是聽到父親 讀誦阿彌陀佛經 好奇阿彌陀佛是什麼 父親跟他解釋西方解的世界的莊嚴 起了一個歡喜的心 我想要到西方解的世界 祈求他的父親 能不能帶我到西方解的世界 父親跟他講 我沒辦法 只有阿彌陀佛 所以他父親告訴他 你要每天念阿彌陀佛 三年 一字十字 不生病往生西方 我們每天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喜氣還在啊 你不要說別的 我們常常在口上講 放下放下 最簡單在我們的眼前 你的手機 有時候每一天 我們把這個手機綁得緊緊的 每一天把這個時間 畫在手機的身上 有過多少的時間呢 每一天看著手機看報告 還看著一些東西 看到最後 起煩惱的造業 連手機都放不下 其他不用談 所以你說呢 你這一生能不能往生西方淨土 沒有份 所以不能怪主是大的 怪我們自己 沒有好好去認真學習 原因就是在這裡 師父講的比較直接 如果你們有得罪的 不好意思 因為我還要在澳洲混 因為澳洲 我還要在澳洲混 講實話 不然得罪人 以後慘了 進不來澳洲 進不了雪梨了 所以 如果有講不好的地方 請你們 多多包涵 多多體諒 我不是故意的 師父講實話 講實話的人很難做人 都是每天得罪人 所以你們 體諒體諒我的苦心 做師父的人 就是有這個人的苦衷 希望你們了解